我們開始來看到 股神巴菲特的搭檔 也就是查理芒格 在加州時間28號去世了 想其受99歲 我們一起來看看他的一個 哲學還有他投資的一個方法 比如說他跟巴菲特組合長達60年 他生前非常看好 中國的投資機會 生前最後一次接受訪問時 分享了他對中國的投資策略 他說我對中國的觀點是 中國經濟在未來20年比 幾乎 任何其他大型的經濟體 還有更好的前景 另外更別說他看好比亞迪的發展 並且對2008年 他大手筆買下比亞迪感到很自豪 他說我從來都沒有幫助 巴菲投資過那麼出色的公司 就像投資比亞迪一樣 他說我只做的 這一件事情很重要 他也曾經在訪問 中國大陸的時候 稱讚了比亞迪的董事長王傳福 真是個天才 好現在看起來 藉大師你怎麼看 是不是真的是精準 而且很投資很獨到 我想這個 其實一個好的投資家 他既是一個心理學家 他是商業的 他也是這個 這些企業管理的專家 他也是一個社會學家 他也是一個什麼 他也是一個政治家 所以他要有很多綜合的力量 才能夠預測未來 其實我們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覺 解決 看清楚現狀是很容易的 可是你能夠對未來有精準的預測 這個是最了不起的力量 我自己在過去工作的時候 我們常常要找一些學者專家 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些一些複雜的國際局勢 我每次我都會問他們一個問題 我說那你覺得後來的發展方向是什麼 可能的結果是什麼 對 這個時候就看出高下 真的 有幾位學者讓我非常的敬佩 就是說他們把這個未來的發展的方向 最後的結果 幾乎是完全看得清清楚楚 事情發展都是往這樣走 這個就是真正的功力 這個是超越單向的專業 而是一個綜合的專業 所以芒格不是一個簡單的人 他跟巴菲特的這個組合 他們就靠簡單的資本 簡單的人力 靠著什麼 靠他的智慧跟他的學識 跟他的判斷 加起來以後 二十年前他就看好比亞迪 他看到人 看到王傳福 他看到這個市場的機會 他看到這個市場背後的 主導的政府的力量 他看到了國際這個產業發展的趨勢 他看到其他 他可能成為比亞迪對手的問題 我想這都是他全盤性的一個思考 才投入大筆的經驗 當然他賺的非常多 對 賺很多 那可是呢 問題就是說 他可以在二十年前 就預測到我們今天 今天比亞迪是中國第一大車廠 對 所有他 而且是電動車的全世界的龍頭 對 他就看到這個公司 我覺得領導人是一個非常關鍵 那他帶動一個公司的整個文化跟產業結構 那今天比亞迪不是一個曇花一線 或者是什麼 單一產業 對 他基本上他的整個產業鏈都是很多都是自己來的 嗯 他包括電動車電池也是自己的 是 技術也自己的 對 他的自駕系統跟他的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好 智能座倉智能 也是自己發展 對 甚至他這個車子的零組件 都是他發展 BRD還是重要的一個什麼 電子零件的生產廠 對 你知道這個電子零件 將來的汽車 人家講沒什麼機械啊 就是一群電腦 就是一個電腦 加一台發動機 是 就是一個電動馬達 對 這就是電動的 大部分在哪裡 在那個 那一台電腦之上 那整個車是一個電腦 所以你看比亞迪看的多尊 所有他都掌握 所以他不做世界龍頭 誰做世界龍頭 可是問題你要看清楚這個領導人 第一個 是不是有足夠的雄心壯志 是不是有那個遠見 是不是有那個 預示 他可以怎麼講 他可以 這個好 勇往直前 不達目的 你記不記得BR 汪傳福在 今年的一場發布會裡面 他流下眼淚 他說 終於達到一些財務自主 他之前 不要三年 五年前 三年前 他還要跑三點半來 對啊 為這個財務 被逼的 真的人在那個 這個好像在火上煎熬一樣 這個就是一個企業家精神 那另外一方 你要看中國的政府 也就是說 你會去投資中國的這個 這個一個產業的話 那你要看它的大環境 產業發展的最後的 regulator 我們講regulator 就是這些規則跟標準 跟一些法規的制定者 他是不是提供這個產業 一個充分發展的機會 那他看到了這一點 他二十年前就看到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 這個芒格他做的這個 做的這些判斷 證明他眼光精準 二十年前看到今天 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對啊 尤其是大使講到 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是說呢 這個政策有沒有延續性 中國大陸要做這個呢 近零台方這個路 就是要狠下心來做 不像美國 換了一個總統 也許拜登也許支持嘛 如果川普呢 他可能就完全不支持了 所以呢 這個政策的延續性很重要 所以中國大陸的成功 絕對不是一處而就的 尤其是來看到 有分析就說了 中國大陸今年的汽車出口 會來到540萬輛 這是遙遙領先 尤其新能源車就來了220萬輛 我們呢今天會介紹很多 好多的地方都搶著買中國大陸車 第一個來看到泰國 連夜排隊買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因為呢他們也有一些 制定淨零排放的政策嘛 3030政策 2030年國內生產汽車30% 零排放汽車 2035年要實現零排放 然後呢還有包括什麼呢 泰國現在1到8月 中國大陸純電動車 泰國市占率80% 以比亞迪的ATT03呢 是銷量最好的 然後呢 Nortra V呢是第二名 好不只是如此喔 其實來看到像是呢 俄羅斯更是大補完了 因為現在俄羅斯 56%受訪者說 對中國大陸汽車品牌 真的是持正面態度 9%是持負面態度 非常非常低 南美洲的部分呢 像是巴西跟智利 新能源車銷售20% 就是中國大陸的車 然後智利美賣三台新車 就有一輛是中國人 對這個就是中國大陸 我就說了 它在全世界最嚴苛的市場 打出一片天的汽車 走到世界都會覺得 其實世界市場還蠻好打的 對 因為最難打的在中國 對 你看中國多少汽車廠 三四十家 自己本身殺的這個 遍野 遍野啊 然後呢 全世界第一流的車子 通通在中國大陸 對 中國大陸的政府 過去十年我聽到一些朋友說 哎中國大陸這樣子的政策 它本國的車怎麼起來啊 這個外國的車 原來一開始 這個大眾VW 在上海 早年到上海到北京 計程車一律都是VW 那中國的汽車廠怎麼辦 那時候長春一汽啊 還有中國的這個本身 本土的車廠 都蠻灰頭土臉 對 政府沒給你太多保護 政府讓你自己去 在這個監困的環境裡面 去讓它成長起來 對 可是它制定一個你產業發展的明確方向 也就是中國 事實上 汽車今天變成電動車龍頭 要感謝中國的汽車產業的 幕後的政府的政策的規劃 讓你一個有一個市場的機會 讓你有一個比較怎麼樣 友善的環境去充分發展 那傳統的車中國大陸 說實話這種所謂油車 那要跟 要跟 要比的對象是什麼 是德國的車系啊 還有日本 日本的Honda 跟這個Toyota這些車系啊 那就是說這些情況之下 還有就是說 還有甚至高檔的Volkswagen 就是說這個Mercedes B&W甚至到什麼 到Rolls Royce 這到Bentley 到處都可以看到 你到這輛車子到處都有啊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有信心有遠見 然後呢有方向 有明確目標的一個政策規劃 所以再加上中國的這些 所謂的民間的這些經營的天才 這些天生的企業家 他在這個環境裡面 如魚得水 才能充分發揮 要融資很快 只要有人好的構想 對不對 要人才 有的是人才 理工人才超多 理工人才這麼多 要政府的環境 就政府的政策的一種配套 政府都做得比這些 比這些事情不會差 十四五計畫 全中國大陸要放電裝 是啊 所以 這個Tesla搞了一個這個Pickup 所謂的Pickup 設計很吸引 我一看我就說 去哪裡充電 我一看我說不會成功 對啊 我說Pickup都是中西部那些 那些人西方開的 農業州啦 農業州一望無幾 不要說充電裝沒有 連加油站都不多 所以你怎麼去發展這個Pickup 所以你看這個車現在吹得很大 騎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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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美國人就不會買 美國人想說 哇我到哪裡充電啊 對啊 我一開今天一開我就是1000mah 就是800個mah 我怎麼充電 對 所以就是說這個東西都是整體配套 今天中國汽車的成功啊 我覺得 不僅是這些車廠的努力 我覺得政府的政策很重要 對 大陸政府很政策 所以呢就是說 對的加對的 對的加對的 不斷做對的事以後 就今天這個成績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們今天才看到 可是呢 說實話 我們的那個 王格 王格 20年前 20年前要看到 太厲害 不得不佩服啊 他是一個智者 他是一個智者 其實我們都知道 巴菲特他們在投資的時候 他會很了解這個公司的經營的態度 他會去了解你公司 比如說他一定有跟王川福聊過天 會很了解比亞迪的狀況 那我們剛才說的 中國大陸的車現在功成略地 橫掃全世界 德國厲害了吧 那今年的慕尼赫車展 就讓德國50%的司機 想要買中國車 就是因為現在慕尼赫車展席捲了歐洲 然後呢 比亞迪的純電動的巴士呢 其實現在也掌握了新加坡 最大的電動車巴士的訂單 240輛的客車 總價1億的新加坡幣 另外再來看到我們剛才特別說 俄羅斯的部分 俄羅斯好喜歡買中國大陸車嘛 其中呢最愛買的是什麼呢 前十個月 中國大陸進出出口到俄羅斯 來到七十三點六萬台 年增四百八十九Percent 然後呢 那其實來看到六 很多人喜歡的是奇瑞的車 是賣的最好的車款 我們把這張圖啊 這次看到一個趨勢 把它放大 你會看到真的是驚呆的 中國大陸今年光一到十個月 已經多少出口了四百二十三萬的車子出口 然後呢第一名是誰 是俄羅斯 七十三萬剛剛說了 第二名是墨西哥三十三萬 然後另外還有幾個國家跟大家講 英國也很多十七萬 比利時十八萬 菲律賓十四萬 西班牙十一萬 泰國我們剛才說了 搶子買嘛十四萬 然後再來是澳洲 澳洲也有十八萬 然後幾個我們呢 來再看一下 包括沙特也十七萬 然後呢 荷蘭也五萬多 然後呢再來是這一個 阿聯酋十二萬 然後這一個呢 是來看到的是馬來西亞六萬多 以及德國是五萬多 對 我覺得這些國家 這麼多國家 說穿著他們對車輛的需求阻力都不一樣 對 這跟他的經濟的這個 國民所的經濟分佈的這個財富分佈狀況 對 還有他的這個環境 還有車輛的文化 是是是 來講他要的車都不大 都都完全不一樣 都不一樣 你知道我在歐洲的時候 發覺他們都有小車 而且他們還很奇怪 他不喜歡不喜歡自排車 他還要手排車 而且他們一般人開的車沒冷氣 對 對 那他們冷啊 美國車到那邊傻眼 然後呢 我也有一位 有一位認識一位朋友 他是美國人 他因為在美國政府做 他就從美國進口一輛大型的什麼 那種那種SUV 不是普通大的喔 更大型的 你知道他帶著他的孩子到歐洲開車 每到一站歐洲人指著彼此罵 他說你們這些美國人 你們要浪費多少能源 你車子坐這麼大幹嘛 這種車就是一種什麼 是一種恥辱 對環境的一種最大的破壞 所以文化不同 在美國你小車沒人要 美國都是越大越好 對不對 可是 我一看中國大陸的汽車這種賣法 全世界這個市場 我就知道 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車型非常的多 對啊太多了 車型多以後 這麼多車 他對這個市場 可以找到一個 對這個市場需求量最大的 他就把這個市場佔下來 對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車是性價比最高 性價 像比亞迪就是性價比高 什麼功能什麼都有 可是你一聽價格以外 怎麼會賣這個價格 你常常會有這個感覺 然後中國大陸以前車板經不好 現在我看很多國際上 在耐狀的測試 中國車板經非常好 都不錯 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就變成性價比高 你的選項適合 任何一個國家的 這種不同的 大型車 中型車 小型車 或者什麼樣的車 它都有 像俄羅斯喜歡開SUV 為什麼 四輪穿動 為什麼 冰天雪地 所以這種 這種車中國多得很 各個牌子都有 然後選項又多 現在它賣的最高的是這個 齊瑞 齊瑞 在俄羅斯最好的 齊瑞在中國是 第六大車廠 第六大車廠 還不是第一喔 第六大車廠 你只要進去看齊瑞的網站 你看它的車型有多少 而且不管有 駕用 乘用車 商用車 還有大巴車 都有 中國的車廠 任何車廠規模都好 車種都非常的多 很齊全 所以你今天要打俄羅斯市場 有適合俄羅斯市場的產品 拿給你 我今天要到 智利 我有適合智利的市場給你 到德國 我有適合德國的產品給你 我最近看長安汽車有一款 在大陸很受歡迎 你猜才賣多少錢 多少 49,900人民幣 49,900人民幣 它的名字叫熊貓 電動車 很可愛 那那種車我認為 到哪裡 到歐洲 到義大利 到南歐 這種地方 他們就喜歡這種 迷你型的小車 那一定 這麼可愛 又叫熊貓 49,900 又便宜 全純電車 你這種車不賣哪裡 不大賣 什麼車會大賣 真的 所以你今天 譬如說 我們今天看日本車 豐田 你看車型很少 都是差不多 而且沒有什麼突破 他們還執著於什麼 輕器的 用輕器的 已經不會成功了 對啊 你既然成功以後 你要量產 還要十年八年 那時候電動車已經 已經 已經佔據主流了 對 然後你去買這個 買這個 日本的這些車 數十年如一日 中國的車裡面都是酷炫的 對 現在走下一步是什麼 坐艙智能化 純自駕 車 這個中國已經 跑到最前面 其實說到純自駕 這件事情 就讓Tesla 真的吃了很大的悶 因為我們都知道Tesla 它是主要什麼 它主要就是以酷炫的外型 一開始很吸引人 但十年後還是長一樣 沒有變 沒有變 所以現在就是說 它被什麼打趴呢 被問戒 被百度 還有小米的車 就是因為有自駕的關係 他們現在自駕 就已經贏了Tesla 所以你看我這次去深圳 我也看了M7 也是遙遙領先 百度也是如此 那更別說百度旗下 有一個蘿蔔快跑 它就在深圳 其實北京武漢 重慶之後 有一個自動駕駛的那個 車子 就是計程車 根本就不用人去開 人家就是自動駕駛贏你 對北京我看過 因為我在那個 YouTube上看那些 很多車迷 到北京 特別去做那個自駕駛 完全自動 完全自動 你就點自駕車 然後他就做 就沒有 就一個沒有駕駛的 一個車子 就開到你面前 然後你反正 你都已經 輸好你的目的地了 你做好以後 他告訴我現在要 寄上安全帶 我要開車了 這就緩緩緩緩緩的開 還會轉彎還會換到 哇真的是我覺得 遇到障礙物也會閃 超市民 對啊 這已經不是紙上彈兵 這已經實際在已經 它已經有四個地方 對 而且他在營業 對啊 你坐車就要付錢 對他已經開始了 所以我是覺得 大陸這種 這種進步的速度 真的是嚇壞很多國家 那麼 這個問題就是說 沒有 一天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你要看看 20年前 當時比亞迪 對不對 這個美國的 這個盟格 這個盟格就已經看不準了 你說20年前 他已經就有那個跡象 對啊 在20年前的怎麼樣 練功啊 每天都要練功啊 那個精進各種武藝啊 到現在一出江湖啊 那就是很少千軍啊 對 就這個感覺啊 而且那種科技 哎呦怎麼這麼厲害 怎麼這麼厲害 對不起就是遙遙領先了 是 那已經是事實了 所以我覺得 不是很簡單得來的 那麼得來以後呢 還要繼續努力 是啊 然後我覺得就是說 今年是世界第一名嘛 覺得能夠保持好五年的話 這個地位就很難撼動 對 對 現在已經搖搖領先了 繼續 大使說了 再給五年的搖搖領先 這個呢 龍頭寶座就會繼續 一直在高峰上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 需要更快點購任 帳瓶 我們來看 感谢观看